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这次的分论坛我们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也做一个主办方之一 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学者来支持我们这个分论坛 那么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就说实际上是一个面向首都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机构 是在北京大学那么是在1999年成立的 那么说到首都发展实际上我们面临的压力很大 说现在首都发展到今天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们首都发展研究院怎么研究的 所以压力还是很大的 那么今天实际上在我们的大会发言里 北京市的领导已经讲到了 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 那么已经在几年前就提出这样的一个目标 但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是在中国的快速城市化中 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那么实际上刚才已经专家讲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城镇化 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关于城镇化 可持续发展规划和多样性 那么中国的城市化 那么也有它自己的特点 一个是速度非常快 那中国的城市化呢 也是说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 那么到今天从17.9%到52.6% 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 尤其是进入到90年代后期以后 是加速的发展 这种中国的快速城市化 由于人口底数非常非常大 是带来大量的人口的跨区域的一个流动 实际上刚才我们几位专家已经讲到 我们这个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没有城市户口的 人数已经达到2.6亿 2.6亿是个什么概念 是很多的大国 几个大国和欧洲的几个大国的国家的 营口总和 是这样的概念 而且我们现在每年还有一个百分点的增加 城市化率 一个百分点的增加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1000多万营口 也是相当于世界上能查到前30% 前40个大国的这样的营口的总量 所以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发展过程中 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化也面临到巨大的挑战 那么这样的一种挑战就是说 营口问题 环境问题 以及刚才我们很多专家都讲到的住房问题 那么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 除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和快速的增长 还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 一致的就是大城市的快速增长 和大都市区的发展 虽然刚才我们来自于韩国的宋教授 已经讲到首尔这样的一个大的都市区 实际上北京也是这些年面临到巨大的一个 营口的增长和这种压力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经济增长 活力的一个局中的体现 那么北京的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分论坛的主题 和北京有关的好像唯一我这样的一个题目 那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北京现在的营口规模常住 营口有2100万 2100万 这个还不是算首都圈这样的一个大的范围 如果天津河北和周边的城市化地区 加起来这样的话超过3000万 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区 那么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区域里 营口是面积是1.64万平方公里 在这营口的快速增长实际上在60年前 北京的营口整个市域的营口不足 就400万多一点 那这些年的快速增长城市空间也迅速的扩大 那这样的话北京这样的一个特大的城市 快速的增长实际上在我们的上海 在广州 在武汉 在沈阳 在一些西部的重庆 成都都存在着这样的大城市的快速增长 所以国家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大城市的营口如何办 而且现在的城市化的一个趋势 营口的空间的移动 尽管说我们的区域差异是在有所减少 还是巨大的 所以营口的从西部往东部的流动 从乡村往城市的流动还远远没有截止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国家面临着重大的一个压力和挑战 就是营口如何的事经 有序的流动调控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大城市的营口问题 所以今天我就对特大城市 营口均衡发展及其举策 以北京为例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实际上我们这个问题 也来自于政府方面的研究委托 也就是说面向政策制定的 来从事这样的一些研究 这样的一些研究 那么我今天因为准备的内容比较多 那么大概是包括了我们提出一个最中心的想法 就是营口需要均衡的发展的 营口均衡发展 那么营口均衡发展 为什么提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背景如何 那么营口均衡发展 怎么样的进行判别 它的基本特征和它的如何进行判别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做一个北京和全国的这样一个评价 实际上我们做了全国的评价 今天专门拿出北京来进行重点的 进行分析 然后这样的作为一个代表性的特大的城市 这种营口均衡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以及我们如何去面向这些解决这些问题 寻求它的一个发展的路径 如果从时代的背景 实际上我们在座的各位专家也非常清楚 在中国的营口发展过程中 有两件事情是大家都清晰的 一个是计划生育 第二个是户籍制度 包括我们现在说在城市里有 非户籍的2.6亿这样的一些营口 这就是由于我们的户籍制度规定所形成的 那计划生育实际上使得中国的营口控制 取到了很大的成绩 所以我们中国的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的按研均GDP这样的一种指标 好像我们涨得很快 就是营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但是也面临的重大的问题就是人口结构 发生重大的变化 就叫少子化和老龄化 这样的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 所以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 就是说中国还是一个营均GDP 排到全球中等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么在未复先老如何解决 面临的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需要 我们强调营口如何地进行调控和再发展 所以同时的话 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 巨大的营地关系的矛盾 我们是强调如何可持续地发展 而且中国又非常非常大 各地的承载能力又不一样 所以是区域方面的视角来考虑这个问题 也是极其重要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调控下 说作为中国的全国的实际上 营口也存在着一些关键的问题 一个就是营口规模过大 营口增长过快的问题 第二个是营口老龄化严重 扶养比上升的问题 这是面临到巨大的挑战 营口性别结构失衡 出生营口性别比高的问题 营口布局于资源环境存在力不匹配的问题 以及营口健康和教育数据 期待提高的问题 那这样时候实际上面对了这样的一些问题 我们有来自于三方面的挑战 一个是营口发展和经济转型的需求的不适应问题 不适应 第二是营口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关系紧张 第三是营口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石横角突出 就刚才大家讲的住房问题 实际上在城市还是相当严峻的 那么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探讨的话 营口如何发展 所以说也根据近些年关于营口方面的研究 也提出了关于营口均衡发展 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是一个理论的框架 那么大家已经在谈讨营口的均衡发展问题 那么营口的均衡发展问题 无外乎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营口的内部均衡 内部均衡就是说营口的自然再生产能力 比方说营口的规模 这实际上在我们很多发达国家出生率低 这问题 其实中国也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还有营口结构的问题 比方年龄结构 性别结构的问题 还有营口的教育等等的 健康的素质方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内部如何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 那么第二个营口的外部均衡 说营口的多了还是少了 说取决于你和外部的均衡的状态 所以外部的均衡是说 经济能不能支撑 要大家在要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 和营口相对社会系统 社会系统的保障 资源环境系统 资源环境系统 所以在这一段状况上 就是营口的规模和增长力 营口的结构 数字和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的承载能力 要达到一个均衡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考虑的维度 还有一个空间维度 所以说在讨论说 到底这个城市多了还是少了 还和这个城市本身的一个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有关 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 营口在国家的一个空间布局 或者我们讲世界的营口 在全球这样的一个布局 当然由于国家国别的一种存在 营口的自由流动是很困难的 在一个国内的营口领度 相对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这个时候会达到一个 怎么样的话呢 能够达到一个空间 这个均衡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是从营口发展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也探讨了一些 营口发展方面的一些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 那么这样的 其实这个基本特征 我就不能有时间再更多的减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刻画一下的 你说营口均衡发展 那什么是营口均衡发展 能不能一定的量化的 当然运和的量化和评价指标 都会有被别人攻击的 为什么那点没有 但是我们达到一个 围绕我这个特征寻求一些指标 比方说营口规模 自然增长力是极其重要的指标 还有营口的境迁余力 营口的性别比 那么就是营口的境迁余力 营口结构是 出生营口的性别比 还有这个老年老龄营口 就是65岁级以上 营口的比例 还有这个少年营口 就0到14岁营口 在总营口的比例 因为这个关系能体现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营口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营口数字 当然和平均一期寿命 那么还有受教育年限 是直接相关的 那么营口和经济的均衡 主要是一个经济实力 和经济结构 那么实力主要更多的 潜着营均的收入水平 或者我们的营均GDP 营口和社会均衡发展 涉及到教育 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 还有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 营口和资源环境 涉及到土地 能源水资源 那么营口和环境 当然我们说 现在的大气环境 大家刚才也有些专家 讲到了北京的环境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大气环境 水环境和生态环境 那么这些我们构筑了 27项的三级指标 那么做了一个基本的判别 那么这种判别得出的一些结论 由于各个指标之间的分配的话 可能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今天表上 只有一个总的判断 总的判断感觉到 很多的大的城市的话 那么它这个均衡发展程度 是在降低的 但是由于北京的经济 社会条件比较好 所以总体上的北京的状况 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在00年的评价的指标 是最高的 那么到了2010年 它是第二的 第二的这样的一个指标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得分 实际上内部还是差距 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实际上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上 北京银口和环境的 均衡的得分是比较低的 但它经济和社会 还是比较高的 从这点我们也可以判断 那为什么银口要进大城市呢 在大城市经济和社会 还是有好处的收入水平 就业等等 所以未来的 包括北京市的 银口的规模 可能还会进一步了 增加到多少呢 那不好说 但是我想到3000万 肯定会达到这样的 因为中国还 城市化过程远远没有完成 现在只有全国52.6% 那么到70% 那么你一个地方 至少还要在承接 现代的基础上 5% 尤其是中国 东部沿海地区 相对平原地区 它会承载更多的银口 尤其是大城市区域 当然这不是仅仅局限的 一个小的区域里面 会造成更大的城市问题 或者在大都市区的范围内 会银口是需要 肯定会快速增长的 现在这里边得出一个 比较有趣的一个东西的话 就是银口内部均衡发展 北京是非常差的 这个主要是银口的年龄结构不合适 就是说自然再生产是不行的 第二个 银口和经济均衡和社会均衡 都是在全国排名最高的 银口和资源排名 也是几乎倒数第一 倒数第二的 然后银口和环境是 是第23位的 那么由于前面经济和社会的指标 所以综合起来它是比较高的 实际上我们也能看出巨大的一些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中 我们也看出了一些变化 那么这种变化在某些方面的话 都是下降的 都是下降的 除了一些经济和社会还是状况的 实际上资源环境压力和资源环境的压力 是越来越大的 越来越大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 状况之下 我们也能得出来 就是说北京市银口均衡发展 面临的一些问题 由于首都的功能特别集中 北京是政治中心 科技中心 文化中心 那么现在也是主要的经济中心 是这样的 因为所以这样的时候会承接更多的银口 尽管现在北京市的户籍银口控制的比较多 现在没有北京户籍的常住银口 已经接近了40% 那么就我们预判的可能未来的10年以后 那这个数肯定超过一半 未来的20年可能60%都是非户籍的 除非户籍放开 户籍说大家可以随时就可以有北京户口了 那么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方向 但是呢 也是会和全国的动态平衡是互相一致的 那么这样的北京的问题是 一个是银口持续快速增长 这样的给城市的设施和服务的公共服务 实际上还带来的巨大的压力 那么中国实际上城市 地方城市 它承担了很多的职能 如经济职能 实际上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国外的地方政府 大部分地方政府 它的职能是不一样的 它有很多 就像一个家庭的家长 要什么都管 所以说他觉得银多了 就收到自己家的孩子的时候 那就要什么都管 所以这个负担可能就会更重了 所以也许是这样的 很多的地方政府对放开银口的话 是持有这个 怎么办的 这样的说 而不是非常非常乐意来讲 尤其是特大的城市 特大的城市 那么这样的是一个 这种快速的一些增长的时应程度 第二个是户籍银口老龄化 那么北京的银口是户籍银口 就是说能够提供 政府必须提供基本这样的服务 当然我说非户籍银口也应该提供服务 但某些方面并没有提供服务 就是在户籍银口的老龄化问题 也非常非常突出 但是由于外来银口都是青壮年银口 这样的话可能时间差不多了 我看都看表了 所以增加这个 这个是我户籍银口老龄化的问题 还有银口地区的分布 北京也是中心城市过密 外边比较稀疏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话 加剧了我们中心城市的交通和环境的压力 那么还有资源环境压力过重 银口快速聚重 这种土地 尤其是水资源是非常非常紧缺的 当然还会大量的机动车造成了误言 所以在北京现在已经形成一个 非高成本的城市的话 这个住房很贵 汽车抓号 所以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在寻求这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这种过度严格的控制 银口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话 也许对北京的经济会产生一些 负面的一些影响 还有产业结构的生机 这种和大城市的科技文化 像石英的结构还没见 还有公共服务共息这种凸现 那么这样的就是最后的话 我们说如果面向未来促进 北京银口均衡发展 怎么办 那么我们就想怎么办 一个还是要强调 以言为本 强调统筹协调 强调科学有戏 强调改革创新 根据这些研究 我们在研究中提出八项政策 八项政策 这个和八项规定差不多一样 我们也是八个 一个是调整生育政策 促进银口结构的优化 第二个创新户籍政策 这个强化流动银口的管理 第三完善就业政策 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 调整产业政策 引导产业结构生机 然后健全环境政策 加强资源保护 但是这里边会有更多 具体的内容 时间关系不能再来 还有统筹社会政策 保证公共服务的均衡 住房政策方面非常强调 规防住房的引导 引口的合力分布 就是能不能有序地往郊区 往周边区域的天津 往河北来进行发展 然后区域政策 强调区域城乡一体化 谢谢大家